据说她们的甜点 跟我们女生特别爱喝的 一种饮料特别像 那就是 珍珠奶茶 根本用不了30块钱 牛肉啊 鱼啊 虾都能吃到 而且还配米饭 信不信 有一种用这个白农啊 白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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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得没吃的 对 总得没吃的 虽然在这里好 大家好 我是葛小剑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在9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推出过 一集热门新进小吃 那节目播出之后 反响真的非常热烈 我们纷纷给我们留言 哇 被种草了 还有说 哇 被你们惨哭了 甚至有人留言 说要全部收藏 并且一家一家打卡过来 看来小吃的吸引力 还是很大的嘛 那时隔一个月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把这些小吃都吃个遍 话说到了10月份 我们又有一波 超级热门的花样小吃 已经为你安排好咯 今秋10月呢 我们总想吃点像 大闸蟹一样的时令食材 但是呢 据调查统计啊 好像也就江浙户的人 比较爱吃大闸蟹 但是呢 接下来要讲的 这个小吃啊 我跟你讲 是全国人民 在这个季节都特别爱吃的 而且呢 在马路上啊 你只要闻到它的香味 你就一定走不动路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当然是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了 不过呢 虽然这个季节 大街小巷都有糖炒栗子的摊头 但是大多数老上海人 都不惜花费时间 专门跑到这里 这里就是今天第一个上榜店家 经营了84年的新长发 栗子档口呢 虽然小 但是很好找 顺着整条街排队最长的人群 走到底就一定会看到 新长发的老日后呀 隔壁出来吃有香 有牛 有鸡 日常日啊 每一个人 基本上每一周一到两趟 我说那么就可多好啊 是不是因为我个人 第一个 拿一个 领域独中了 这一周的第一个 大街里把这个 圣斗路 圣斗路 圣斗路鱼路 对吧 对吧 这就是那个小人广 就是新长发 所以它只剩下来的 因为我这一周的 当时在那一踢隔壁上 我们要切到不方形 那么一个个老爸自己剩下来的 还要送去切隔壁 这个隔壁 而且那是从老地切到新地来的 对对对 老日啊 这刚才我舞台都有喝 有一周啊 这在北农啊 北农也有啊 在那里吃不到啊 从来没吃不到啊 从来没吃得到啊 从来没吃得到啊 能得到老师客 这么绝对的肯定 我们小倩也都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亲自检验一下了 我妈的子啊 我发觉已了啊 尽量是我的东宋物业列两列 所以爱您罗伙啊 然后我现在就要检查 他们家栗子的品质了 我随便拿一粒啊 像抽奖一样的 哎 哇 你看到了啊 他们家的栗子 基本上呢 大小都很均匀 而且颜色也很统一啊 内心 到底好啊 可以老啊 谁让我又收拨啊 我拨得放错了 对吧 亚苏啊 听说栗子不是用牙齿咬的 对吧 对吧 那我怎么开 那可能方法就呢 要用手 哦 用当作去刻呀 对 可能一清 你就开口了 哦 听到咔嚓一支声音 然后再给它拨开了 那可能就蒸口了 就好吃了 王师傅在新肠发炒栗子 可已经有40个年头了 关于栗子的学问 你还得好好请教请教它啊 一粒上有一个很多年的规定 就是如果你吃到有一粒是坏的 可以现场再换一粒新的 但是我刚刚检查下来哦 这一袋子里面没有一个是坏的 我想换都换不到 从冷库库房出来到我们这里一个过程 它可能有时候要变质的 我们这挑选都挑选过来 就拧工去挑啊 拧工去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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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品质稳定 就连粒子的规格也要统一 选择的都是60到65克的标准粒子 然而能吸引这么多人排队来吃 还有更关键的因素 粒子产地的地方很多的 最好的地方就是河北千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矿物质比较多 所以它产出来的粒子甜 糯 炒了以后就粉 哪个粒子吃进去 就是味道干 有的粒子是进去特别的干 哪个粒子吃起来是润的那种甜 很润的口感 而且很细润的 对 就是捞米 就是又糯又粉 对对 这个道理 那么加工方式还是捞好 加工方式还是损成什么方式 就是纯天然的 就是叫不加任何添加精 有多纯天然呢 王师傅说了 糖炒粒子这四个字就已经包含了它们用的所有原材料 麦芽糖和粒子等等 难道让粒子更甜的秘方是麦芽糖 一锅粒子要炒四十五分钟 期间根据火候和橙色要放三次麦芽糖 靠的还都得是老字号里的老师傅们 正是它们几十年如一日对粒子品质的要求 让新长发所有门店每天可以卖出两吨 单价店平均650斤的惊人销量 那么今天上榜的第一家新长发赞牌榜单第一名 下面这家成都开来的翔龙爪爪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小吃 不信的话它们可以作证哦 这让明星们都能不顾形象大快朵一的 就是翔龙爪爪家的招牌鸡爪 甚至连隔壁小吃店的老板都成了他们家的忠实粉丝 大哥你不是隔壁洋小棍了吗 对啊 你怎么来这买吃的了 因为它家好吃啊 它家从开业起我就来吃 基本上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吧 到底好吃在哪儿啊这个鸡爪 入味一抿就化了 然后确实是一吃到嘴里就很爽的感觉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辣 但是它家的辣确实辣到味了 所以就非常好吃 我自己也做过鸡爪 但是做不出那个味 就是这个味好吃 我感觉你是过来窃他们商 这个叫商业机密的你觉得没有 这个辣得很到位的鸡爪 可不是什么常见的麻辣香辣口味 而是他们家独家招牌重庆火锅味 用来煮鸡爪的重庆火锅锅底 可是比正宗的重庆火锅锅底还要讲究 一般我们吃火锅可能就是一种的那个火锅料 但是我们是两种 一个是火锅底料 一个是纯的硫油 因为两种叠加在一起的话 那个火锅就会更有一个层次感 对对对 一听你讲就听出来你是四川人 没错 我是从信人 我听到你讲流油 流油 还有辣椒 我看到这里好多辣椒 这个超辣吗 这个是辣椒里面最辣的七星椒 它在辣椒里面的辣度是最辣的 后等我手不会肿起来吧 装成一个猪体 光是锅底就要用到800克的牛油和底料 还有几十种的中草药熬制成的蜜脂酱料 而为了让辣味充分地渗透到每一只鸡爪 这样一锅比鸡爪还贵的锅底 只能用来烧二十份 我的妈 我可以吃过这个辣味 跟鸡膜是一样的 然后这样冲上来的 这也太辣了吧 刚刚我咬下去那个口感 真的是跟招牌一样 一抿就化了 就太辣了吧 当然了 如果不太能吃辣的话 店里还有不辣的鲁味鸡爪 和微微酸辣的泰式东荫宫味鸡爪 但是无论哪一种都能做到不用牙齿 就可以轻松地给鸡爪脱骨 而要做到如此软糯 除了前期一个多小时的卤制 店里的这几口锅也是在其他熟食店看不到的 我们这个砂锅它有两个功效 一个功效的话它是可以就很好的吸出我们鸡爪里的腥味 可以吸腥 所以你吃到我们的鸡爪它是很鲜的 没有腥味 吸腥大法 第二个我们的鸡爪它是很软的 就一抿就化 是因为我们这个锅它也是可以恒温保温的 可以让我们的鸡爪长时间在这里面去炖的时候 它既软又没有去烂掉这样子 用这锅热卤焖出来的鸡爪 连骨头里都洗饱了汤汁 一吃根本停不下来 怪不得每天光鸡爪就能卖出600份 上榜第二家 响龙爪爪赞牌榜单第二名 煎饼呢是早餐摊上最常见的东西了 而这家果子煎 它竟然别出心裁的 把各地特色美食都包进了煎饼里 比如说这款用北京烤鸭搭配黄瓜丝做成的烤鸭煎饼 居然连酱汁都是用的烤鸭酱哦 还有能拉丝的芝士牛肉 西式沙拉的吞拿鱼 以及本邦招牌红烧排骨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们包不了的 那话说这个泡芙呢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而这家老牌泡芙店居然推出了一款火焰泡芙 吃的时候竟然要用勺子挖着来吃哦 它的表面呢撒了一层糖粉 在火焰的炙烤下会变成焦脆的糖壳 吃的时候要多多敲一下 那走花式搭配路线的还有这家普茶 小夜豆乳奶茶是他们家的招牌哦 奶茶的表面呢是撒了一层黄豆粉的 而且还挂了一串糯米丸子在上面 那糯米丸子里面还包了酥酥的馅料 吃的时候可以把丸子蘸一下表面的这层黄豆粉 一边喝奶茶一边吃点心一举两得 最有备份的小吃要是下面这家刚压狗了 1993年中华老字号 1997年中华名小吃 201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所有的荣誉都来源于一份汤圆 这家店从1926年开店至今 是卖宁波汤圆的百年老店 创始人姓姜小名阿狗 而这家店名就是从宁波化的姜阿狗发展出来的 在店里随处可见食客们点的汤圆 也把我们家宣铲坏了 就只有一首小吃能够形容现在我的心情 三更四更半夜头 要吃汤团刚压头 一碗下肚不肯走 两碗三碗发饮头 一摸口袋钱不够 拖下长衫当丫头 好 这首当年这个宁波的俗语 完美宣示了我现在的心情 就是你就算是没有钱 你在这边刷碗 你也要吃下去 看到没有 这汤圆的皮子居然软糯到能拉丝的程度 除了选用黑龙姜的五肠糯米来做面团 最关键的是 他们还用最传统的石墨来磨糯米 因为石墨磨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慢慢加水 它就使这个面粉更细腻 更加有韧性 很有韧性 它这个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耶 包汤圆的手法呢 也和家常的不同 直接将芝麻馅按进面团 可以让线心稳稳当当地包在正中央 不会出现疑味 汤圆皮上不会透出黑色的芝麻馅 而煮汤圆也有不少讲究 如果温度太高 水沸腾太猛烈 汤圆会相互摩擦破坏形状 正是因为在细节上的斤斤计较 才能做出这样浑圆 晶莹剔透的汤圆 当然除了最传统的宁波汤圆 还有上海本地的猪肉汤圆 极富创意的榴莲抹茶汤圆 更有会拉丝的直视汤圆 而我们仍是根据招牌宁波汤圆 每日180分的销量排名 钢压狗暂排第四名 披萨在我们印象当中 应该算不上是小吃 但是能够把披萨做成是甜品 下面这家i披萨 应该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他们把这种披萨皮 换成了冰冰两量的冰皮 竟然比那种热烤出来的饼皮 要更加的脆 然后把新鲜的水果 像草莓 榴莲 以及打发好的冰奶油 满满当道 铺在披萨的中间 还有这家阿姨卷饼 靠着一锅关东煮 和一张饼皮做了整整14年 这附近的居民跟学生 都是她的常客 这个饼皮是阿姨 每天手工现做的 有点像是北方春饼的口感 它是有韧性的 然后可以搭配锅里面的 像蟹肉棒 烤肠 牛肚 肉丸 等20多个品种 哥好歉 如果现在给你碗米饭 你就想配点什么菜呢 米饭 那肯定得配点硬菜才能下饭呀 比如说牛肉 对吧 海线也要有什么鱼类的 虾也得有 反正就是什么棍菜来什么呗 才能下饭呀 行行 今天这就三十块钱 你根本吃不起这些东西的 就三十啊 我跟你说 根本用不了三十块钱 牛肉啊 鱼啊 虾都能吃到 而且还配米饭 信不信 走 我带你去吃 还能买个饮料 够的 够的 小千带我们来到的这一家 看店面风格 难道是一家日料店 我们先看菜单啊 日式酱汁牛肉 奈良风味鸡排 关东玉子香肠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日料店的菜单 但是当我把手拿开之后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 饭团 这些菜都是包在饭团里面的哦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像什么十块钱 十一块 十二块 所以你说三十块钱经费 当然够用了 这家出山饭团 可是小建私藏很久的小店 看起来非常小清新 但是想法却非常大胆 馅料完全颠覆了 传统饭团的组合搭配 在他们家 黑椒牛柳 再也不是只能去餐厅 才能吃到的硬菜 还有蜜质酱料 腌制的肥牛 微微辣的口感 让人很是有食欲 还有用新鲜和虾仁 搭配油条酥的饭团 里面有整整四大颗 饱满的虾仁 而他们家饭团 还可以自选加料 就比如说这个 加了芝士的肥牛饭团 我今天头一次吃到一个 饭团也可以拉丝的 它里面那个芝士味很香浓 而且一口下去是真的吃到那个肥牛了 肥牛那一股就是油脂的香味啊 跟它里面的蔬菜很搭 一口下去层次感很丰富 有肉有蔬菜有肉松 然后有糯米有海苔 这里面一共有18款自选配料 食材看得见的新鲜 店员会把你要的食材整齐的码在一起 再用娴熟的手法包裹起来 让饭团尽美观又紧实 保证每一口都吃到满满的馅料 平时我们的饭团 那个糯米 它是一粒一粒有颗粒感的 但是他们的饭团都是成团 像年糕一样你知道吧 很多很多的 所以为了了解为什么饭团的米这么好吃 我潜入了厨房 偷偷看一下 就到这里 这么一大桶怎么都卖完了 你们生意好好啊 我们这边店每天差不多是销售15桶左右的 为什么它这个糯米这么的糯 因为我们这边是精选了泰国的糯米和黑米一起搭配的 泰黄糯米口感软糯 黑米更有韧性 口感上相辅相成 按照比例混合之后 还要浸泡一整个晚上 然而更考究的还是在米饭的蒸制上 然后再放在我们定制的山木桶里面去蒸的 才能保存米的原有的清香味的 这个是山木 对 而且是你们定制 外面是买不到的对吧 买不到的 难怪你们家这个糯米吃的有个木香味 出山饭团 招牌饭团 日销量380个 赞牌榜单第4名 据不完全统计呢 上海大大小小的甜品店有1万多家哦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一家呢 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了 因为它在宜兰当地已经开了有28年之久了 这次是第一次开到上海来 据说啊 他们家的甜品跟我们女生特别爱喝的一种饮料特别像 那就是 叹叹叹叹 珍珠奶茶 懂了吧 就是这一家魏姐粉圆店 这一家店有多火呢 在宜兰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魏姐 魏姐包心粉圆更是宜兰小吃的人气王 魏姐最初是在宜兰的罗东夜市摆摊 到现在已经有28年 而让这一家店开到哪火到哪长盛不衰的招牌 就是这个魏姐独创的包心粉圆 这个呢是我们平时喝的奶茶里面的珍珠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粉圆了 可以明显地看到粉圆的大小呢 比珍珠需要大一轮的 而且是成那种半透明的焦糖色的 因为他们家的粉圆 用的都是泰国天然的木薯粉和纯天然的黑糖做的 每颗粉圆都要经过3500转的打磨 才能够比一般的珍珠更有糖性 每颗粉圆里都藏着一颗红豆在里面 除此之外还有包心紫薯小粉圆和地瓜小粉圆 粉圆是单独放的 很像我们面的焦头对不对 然后又淋到这个甜品上去的 好Q啊 这小粉圆里面是豆浆的 很Q 还有焦糖味的 而且啊 平时我们喝的甜品里面就是糖水对不对 它这个里面放的竟然是豆浆 除了豆浆之外 竟然还有豆花 三天的豆浆是这个那么暖 豆浆加豆花所以豆香味也很足 吃起来有点像奶油跟布丁的结合体 是的店员每天将提前24小时泡好的黄豆打成豆浆 虽然呢没有精致的摆盘 但是这样一份从里到外都坚持 纯天然纯手工的甜品 更能够让人安心的享受美味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每家店招牌小吃的销量 得出了今天的这一份最终榜单 恭喜老字号新长发稳居榜首 这么多小吃是不是让你眼花缭乱呢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陶醉上海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会把今天的所有内容都打包整理好 推送给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豆浆山黑 大家エドレ 下期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都市频道 不见不散哦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豆浆山黑的面包包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在这个鲁儿店里吃过牛达 有在牛达店里吃过火锅吗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比较更浓 吃火很正宗 这是上档式的团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